一天清晨 天降大雨 一个男子搭公车去上班 车上乘客非常拥挤 他的心正感不耐之中 突然觉得某人的雨伞间 刺到了他的脚踝 他本想转头对那不知轻重的人 欢迎颜色 但是车里实在太挤了 人挤人的使他无法转身 车子行进中 每当摇晃时 那雨伞间就刺得更重 他心中的怒火逐渐升高 先想 等一下非好好训斥对方不可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大站 下去了不少乘客 有了回转雨地的他 愤怒地以皮鞋顶开那刺人的雨伞间 然后转身怒视那个不长眼的乘客 这一看 我们看来愤怒起因于刺痛他脚踝的那个人 一般的清晨 是我们对事情的想法 转念中 当下气就消了 从怨怒变得和善 因为看清了真相 烦恼得以当下熄灭 暴躁的心变得平静 所以一念之间 可以成为好人 也可以成为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